不明白到底入了你哪里 总觉得世界与你为敌 大马歌手黄明志邀陈芳雨唱新歌《玻璃心》 MV曝光后两周就突破两千万人观看 但被大陆网友视为入华 我听见有个声音是玻璃心随一滴 美国及澳洲媒体也很关注 报导黄明志发布被大陆封杀的歌曲 而他本人也转发说支持自由与民主 是身为马来西亚人所追求的 对于被骂仇中他也提出六点反驳 他说自己从来没去过大陆发展 还说有好几家娱乐公司都曾经要签他 但他认为很多限制而作罢 从来就没有发展失败这件事 而且赚不了人民币也是错的 很多大陆节目都用他的歌 版权费用到现在也还在赚 另外从头到尾歌词都没写到国家 认为网友是在对号入座 旋律好熟悉黄明志也提到这首 在大陆大街小巷都播放的广告歌 就是改变他的作品 好想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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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 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 黄明志创作的好想你 在大陆疯狂洗脑被视为是广告神区 去年也制作了中国风的歌曲 黄明志说从来不觉得自己又被封杀 真正被封杀的是被遏止自由 听歌权力的人民 坚定驳斥 仇中标签 TVBN的新闻叫好 有红亭台的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